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一起来学习Lowrunner的另外一个功能了,事物 那么在学习事物之前,首先我们要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事物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作用在哪里 它的定义事物的第一个作用呢,是为了能够精确的统计每一个请求的 每一个请求,或者每一批请求 的响应时间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响应时间呢,是我们评估一个系统性能处理速度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就是用户感知到的这个系统的快嘛 比方说我们打开百度就感觉很快,打开新浪网站呢,就感觉要加在很长时间 这就是用户的一种体验,很直接的一个体验就是响应时间 所以响应时间呢,也是评估我们系统的处理速度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它前端呢,给用户的一种直观的感受,后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处理能力了 比方说服务器和数据库到底处理这个请求它的速度怎么样 这是通过事物这个方式可以让我们很精确的去统计到每一个请求 或者每一批请求的响应时间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通过事物的方式来统计 我当有很多人并发去实现登录的时候 它的响应,每一个登录请求它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或者发帖它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那这是它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呢,统计事物的成功率 比方说如果登录我们有一万次登录 那这一万次登录是否都是成功的呢 我们不清楚 那么通过事物我们就可以来判断 它每一次登录是否有失败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而分析 当有很多用户并发去访问一个系统的时候 系统的这个处理功能上 它有没有受到一些什么影响 比方说响应太慢了呀 或者说时间超时了呀 导致这个请求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 这个时候给用户的感受就是失败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它失败了呢 那就需要通过事物的方式去检测 它成功还是失败 这样我们可以获取到一个数据 那通常如果一个系统99%或者100%的情况都是成功的 那我们认为这个系统呢 在高用户并发的时候 它也是很稳定运行的一个系统 所以这个事物的成功率啊 是评估这个系统稳定性的一个指标 我把它写出来 这个是评估系统的处理速度 快不快的问题 那么成功率呢 是评估系统的这个稳定性 通过成功率来解决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了解了事物它的两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后呢 咱们就可以来看一看啊 来通过演示来看看到底在rollrunner里边怎么来 对事物这个东西进行操作 打开view镜 我们现在的话呢 这边我们已经有的一些脚本啊 就是实现登录和发帖 并且我们也实现了的关联输组 实现了随机的板块发帖 这些功能相对来说 系统车脚本开发到现在呢 基本上功能来说就会比较灵活了 没有任何这种 hard code啊 这种写死这种代码在里面 对于这个 场景来说呢 也是相对来说 符合我们用户操作的时候的一个比较真实的场景了 会打开首页 当然这边打开首页了以后 是不是还要点登录按钮 其实还缺一个登录按钮的这个get请求 这个我们后边呢 在集中讲这个场景的一个 这个真实性的时候 再来给它补充就行了 我们现在呢 有这样的脚本 那么我们按照默认的LowRunner的运行方式 我们是没有办法统计到 打开首页这个请求 花的时间是多长 实现登录这个请求 花了多长时间 是没有办法精确统计到的 因为呢 LowRunner默认的配置啊 它是会根据每一个 Action的响应时间 它只会统计到Action的一个响应时间 至于这个Action里边有多少请求 每个请求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默认的配置 它是没有办法去统计到的 这个 当然这个默认的配置 我们是可以去修改的 在咱们的Runtime Setting里边 这边有一个Misc的选项 就是啊 其他的一些杂项 这边有个Automatic Transaction 自动的一个事物的定义 默认情况下呢 它是定义啊 Define eachAction as a Transaction 就把每一个Action呢 作为一个事物来定义的 LowRunner在统计响应时间的时候 都是按事物来统计的 所以如果有了这种默认定义的时候啊 那么 我们去运行的时候 它统计的响应时间是这个Action 那么我们要想办法统计到里边 每一个请求 或者每一批请求 比方说打开首页和时间登录 这两个请求 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那该怎么统计呢 就需要用到事物 好 我们现在啊 先来看一看 打开Ctrl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统计的这个响应时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先来验证一下 我刚才讲的 它只会按 默认按Action来统计 这个响应时间 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这个脚本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脚本的RoundLogic 我们直接把它调成1 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 最终它是按运行通常时间来决定次数的 而跟这边的运行多少次无关 这个次数的修改 只是在我们调试代码的时候 有用 真实运行的时候 无论你这边改成一次 二次还是十次 无所谓了 它因为是按照你这个运行时间 你哪怕改成一百万次 如果它只运行十分钟 十分钟只能运行一万次 那么它也就只会运行一万次 后边的九十九万次是不会被运行的 所以改成一 然后呢 打开Controller 先保存起来 先保存起来 打开Controller 这边点击菜单底下 CreateController scenario 创建控制器场景 这边我们并发 比方说并发十个用户好了 好 打开Controller以后 我们这一次呢 就让它运行一分钟啊 因为我们为了演示 也不能运行太长时间 没有这个必要 演示一下功能就行了 选择Basic Schedule 基础的这个场景 然后呢 同步开始所有的十个用户 运行时间呢 我们把它设成一分钟 改成一分钟 运行一分钟 然后结束 这样我们看到场景 就是这样一个长方形 一下子十个用户全并发出来 然后运行一分钟 结束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运行 好 那在运行的这个画面啊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有几个数据 这边有几个统计数据 对应的呢 第一个统计数据是 Running Viewer 运行的虚拟用户数 第二个呢 是Transaction Response Time 这就是事物的响应时间 会统计在这 这边的话呢 是每秒钟的这个 请求的数量 这边呢 是一个Windows 资源的一个监控 我们这边 除了可以监控 Windows的资源 也可以监控 Linux的资源 主要用于监控 服务器端的资源 好 我们等它运行一分钟 看一看 现在啊 这边其实已经有响应时间了 让它慢慢运行 我们来继续给大家讲 这边就是Transaction Response Time 事物的响应时间 我们看到 这边有 这几个事物啊 有个V User Elite 有个Action Post 它的最大响应时间是7.6秒 最小响应时间是3.75秒 平均响应时间 5.275 已经运行完了脚本 一分钟已经结束 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响应时间呢 只能看到这个Action Post 整个Action的响应时间是 这个平均值是5.275秒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 登录和发帖 共花了 单独花了多长时间 好 这个时候啊 我们如果想要精确的知道 它的事物单独啊 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也有两种方式啊 我们还是都给大家讲到 第一种方式呢 我们去修改 它的这个 默认的选项 我们呢 把Define Each Action As a Transaction 这个选项 修改为Define Each Step As a Transaction 把每一个Step 作为一个事物 那这个Step怎么理解 其实这就是 发一个请求 就对应的就是一个Step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统计到 每一个请求的响应时间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事物 后边我给大家讲原因啊 这边我们改成了 Each Step以后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请求 它所花的响应时间 还是啊 必须时刻 我们来运行一分钟 Basic Schedule 运行一分钟时间 好 咱们开始运行 咱们这边啊 等到它有数据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没错啊 这边事物已经出来了 Web URL Login PHP Post.php 这边什么名字呢 这个名字对应的 就是我们这一个请求的 这个步骤的名称 比方说这个Web URL请求 它的步骤名称就叫Web URL 这个登录的请求 它的这个步骤的名称就叫 Login.php 后边 这边还有个新帖的请求啊 叫新帖 这是这个步骤的名称 这边对应的再次这个 Gate的请求 对应的URL地址 后边这个发帖 对应的是Post.php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修改了这个选项以后 在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步骤 所花的响应时间 平均值是多少 最大最小时都可以看到 还有这边还有标准差 还有呢 最后一个获取到的数值 最后一次 这个请求获取到的数值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请求的响应时间了 这也就更细化了 相当于比起X型来说 这是好事情 因为我们做性能测试 无论是监控 还是后续分析 找平静也好 一定要统计到很细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种 很好的一种这个方法 让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步骤 但是它还是有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讲我们做事务 除了要统计它在响应时间以外 而且我们这个响应时间 我们如果按照 自己定义事务的方式 来统计响应时间 可以按统计每一个请求 或者每一批请求都可以 最关键的 我们呢 要来确定事务的成功率 像这种 我们就没有办法 很好的确定事务的成功率 为什么 比方说这边 我们假设输了一个错误的密码 那么这个登录呢 肯定都是不成功的 但是登录不成功 在这边 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这个事务到底有没有成功 我们其实是 没有办法完整的知道的 后边呢 我们去给大家讲这个 另外一个知识点 检查点的时候啊 会专门来讲这个原因所在 这一时刻呢 主要就来关注事务啊 我们现在了解了 它可以统计到每一个 X型或者说 每一个步骤的响应时间 这个响应时间呢 本身又是很关键的 一个性能指标啊 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除了这两种方式 我们自己定义事务来看 怎么来进行时间 响应时间的一个统计 咱们先把它关掉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 就来统计 打开首页的响应时间 然后登录的响应时间 还有发帖的响应时间 我们就单独来统计 只统计这三个请求 这个新帖这个超连接 响应时间快慢 我们就不关心了 因为这个新帖的请求放这 只是为了做关联用的 我们就不关心它的时间了 打开首页呢 因为每个人都会打开首页啊 所以这个对于用户的第一印象来说 很重要 我们呢还是统计一下 它的响应时间 那么这个请求在这 要统计它的响应时间呢 咱们直接只需要 在这个请求的前面 插入一个事物的开始的标志 在请求结束以后 插入一个事物结束的标志 就可以统计它的响应时间了 好 我们把鼠标定位到 它开始的地方 在这边有个insert 插入一个start transaction 事物开始的一个标志 好 这边定一个事物名称 就叫home page 打开首页 好 在这个 请求结束以后 我们再插入一个 结束事物的标签 事物的名称 home page 事物的状态 lr auto 这个状态呢 有四种 第一种呢 是自动的来判断 这个事物的一个结束的状态 第二种呢 是明确的告知 这个事物是以pass的状态结束的 第三个呢 是明确的告知 这个事物的状态是以fail的 第四个呢 不明确告知状态是什么 就反正这个事物就结束了 默认呢 是自动的来判断 事物的一个状态 这个事物的状态怎么理解 其实就是这个事物啊 加了这个这个请求 有没有出现失败的情况 自动的判断呢 就相当于是 不用我们手工的去做检查 lr owner呢 自己会来判断 这个事物是否成功 好 这样呢 我们相当于 就定义好了一个事物 所以事物的定义是很 声明是很简单的 你需要在什么地方 哪个请求 或者每一批请求 如果说我们要把 首页和登录 作为两个请求 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事物 那么就把这个事物的 结束状态 放在登录请求后边 只要这个两个事物 这个事物的开始和结束状态 夹杂着的中夹杂着的中间的 无论你一个请求 还是几个请求 它都算出一个事物 它呢 就会统计这个里边的 一个响应时间的长度 好 这样我们呢 就统计了 打开首页的一个响应时间 同样的方式 咱们呢 再来统计登录的一个响应时间 在登录的请求的前面 插入 start 算在一个写 名称就叫 login 我们把事物的名称 改成大写吧 统计的 好 那么在事物登录完了以后 结束的地方 插入结束标签 login 发帖的地方 也同样的方式 我们把它 统计出来 叫post 结束状态 post 结束 好 这样我们相当于就定义了三个事物 定义了三个事物以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去运行 control2场景 然后呢 统计它的响应时间了 在这边 我们把这个 默认的事物定义的方式呢 都把它去掉了 既不统计 x型 也不统计step 我们统计自己的定义好的这个事物 如果这边两个勾都勾选了 而这里边又没有定义事物的话 那它运行的时候 一个响应时间都不会统计 所以我们呢 自己定义了事物 当然自己定义了事物 我们也同样可以再把这两个勾上 就事物的响应时间也统计 每一个请求的响应时间也统计 每一个x型的响应时间都统计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这边都是负选框 我们呢 先只关注事物了 其他的展示不关注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运行control 好 继续运行一分钟 那么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咱们就可以看 这个事物的响应时间 它到底是以哪种口径来统计的 那这边有报错啊 有报错的话 我们就点开看一看 错消息在说什么 没有参数被找到 好 这边先关掉啊 原因在哪里呢 直接先停止掉啊 当然这边我们看到了啊 事物的时间 虽然它失败了啊 事物的时间还是统计出来了 就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事物的名称了 那这边出错啊 是因为我们刚才呢 不小心把这个登录的用户名 改成了13567啊 这个一些小小的问题 因为这样登录都失败了 那后边的话呢 这个发帖的过程没有办法进行 那发帖的地方的观点呢 也会出错了 这个我们在错误消息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报的全是这个错误 双击这个错误消息 下边就会显示错误消息的响起 告诉我们Wareify Code 这个观点没有成功 原因是因为呢 我们登录没有成功导致的 所以它根本找不到发帖的那个页面 如果我们登 这是业务上啊 如果我们登录不成功 就相对没有登录的情况 我们进到一个板块去发帖的话 它是根本进不到那个发帖的页面的 这边新建我们去发帖 它直接会跳转到登录页面 这个页面里面有没有Wareify Code 没有 所以观念不到啊 是这么一个原因 好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不再重复的做第二次了 我们看到了 这边有响应时间了 这是我们的目的 它统计出来的是 每一个我们自己定义的事物的响应时间 好 这就是事物它的一个作用 那 它的第二个作用在哪里呢 统计事物的成功率 怎么样来统计事物的成功率 我们现在看到啊 这个事物 什么情况下 事物有可能失败 而LowRunner又没有办法自动检测到的 因为我们现在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决定了 事物的成功率的一个关键 相对于我们现在呢 会 LowRunner会有一个自动的功能来检测 这个事物里面包含的这个请求 有没有出错的可能性 出错了 它就会把这个事物的状态呢 置为LR Fail 成功的话 就是LRPass 自动的话相对于它自动方式检测 我们不用手工的去判断 但是事实的情况就是 我们不能太相信它这种自动判断出来的结果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下节课呢 把这个事物的状态 结合着我们的这个检查点 一起来给大家讲 怎么来统计事物的成功率 而且还确保统计出来的结果是100%准确的 这个呢 它需要用到我们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检查点 两者结合就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节课咱们继续 检查点和事物成功率统计的这么一个内容 realtà什么事物的issent 此后 你以后 口 把 多 乘 sections 然后 感谢观看